2、2、2 大家好 我是黎一三 这次又来探电了 那好像过年之后都没怎么探电 是什么信我 又出来探电呢 就是它 星月L的雷神捆动新的版本 至于今天我要拿这台车干什么呢 肯定是 试动力看油耗了 1300多公里里程今天 说说就好了 肯定不会去完全开玩它 看着我的脑腰受不了啊 所以呢今天要干什么呢 我去里面研究过了 它的油耗显示 它的市区油耗竟然比 高速油耗还低的 今天我准备了 就开到广州老城区里面兜它一整天 看看市区油耗怎么样 我们能开多少公里 发现我们有位网友怎么称呼 三横一树王 王先生 特意提醒一下 怕我这种粤语人说说 对对对 他了解我们了 想问你 你今天是过来准备看星月L的 这两款都有想试驾想比较一下 比较倾向于哪一款呢 比较倾向于这一款省油了 但你刚刚问我是问汽油版的吗 因为它这个现在要等很久啊 等多久他说 一个多月啊 那就试一下这个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它刚上市我也怕它有什么问题不太好出现 担心什么你告诉我 因为我在网上看很多车评说它那个三档变速的时候会有顿挫 我看别人说的但是我不懂这些 刚刚那天的这位王先生说想关注这个车 一想要试驾车不就是被我们约了要准备开走 所以今天临时先改变一下出发前先让我们的网友王先生 试一试好不好 好谢谢 你看我多宠我们的网友朋友们 真的一键三年缺不了 你啊到时候看到这个片记得帮我一键上你 OK好谢谢 先问问王先生你之前开的是什么车 本田CRV2013款2.4的顶配 哇你买车买顶配的 对我喜欢配置多配置流 我们有没有路线呢 走你最熟悉的路就可以了 这附近也熟悉吗 熟悉是熟悉但是我都是回天河 那就往天河方向先走走一半再回来好不好 OK 你之前刚刚说有个听了很多车评说不足的点什么 是它大力加速的时候 动力会中断 因为厂家试驾会是在香格里拉嘛 你这么清楚的 对啊因为我看很多车评 我们大车言论算不算是比较好的一个 我觉得袁老师的最好 你知道我是谁吗 李立山 你的探电视频很好看 哇这么违心 现在什么感觉呢 就是确实是不抖 因为我那部CRV 在这种环境下面一开空调会非常抖 可能是9年时间它老了 对那你要记住这前面是一个三缸机 对三缸是原罪 就是原罪没罪 网络上面这个基本上就一说出来 如果我们不骂三缸我们就会被骂的了 对 我开过理想但是那个不是不会很明显 这个可能是你想的拖 我暂时来说市区啊 这里走走停停的话我觉得完全感觉不到有发动机汽油机的一些介入的感受 对你来说这个车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我觉得电池有点小 你为什么要这么大的电池 奶爸等小孩放学是最常见的一个情景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开发动机在里面看电视 不担心污染环境 不担心油价 这点是最重要的 没什么压力 这个我作为奶爸也很懂你的说法 对呀 你别说你开这一段 我坐在副驾驶我就能感受得到这个路上面那种震动跳动 我之前说我们的汽油版新L有一样东西我是觉得不足的 两个不足 第一个就是悬挂比较硬比较跳一点 另外一个油耗高这个油耗就不担心 反正这个悬挂我觉得还是小的动作多一点 但是走跨的稳定性是挺好的 我看看有没有驾驶模式选择 你平时开车风格什么风格 市区没有什么风格 佛系 市区不敢有其他的风格 电单车都是爷爷 他说宣传都说自己那个扭矩要比那个汽油版大很多 但是感觉没有那么夸张 你觉得动力其实提速不是很强 就不像那种电动车那么轻快 就还感觉是不燃油车 就像出租车一样一点都窜的感觉就没有 没有期待中好 对就人们想买混动车肯定是想有那种畅快感吧 但就这个畅快感感觉就没有那么好 而且他这个换挡还是能感觉得到就有像油车那种叫什么拖拽感吧 提速了以后感觉好很多哦 就没有那种低速状态下那么懒洋洋的感觉了 好像我说的这些都是我平常看你们车评说的一些话 就跟我们车评说的话差不多吗 对我感觉像被看的多了以后 跟你们的这个术语都慢慢的协调统一了 被我们影响了说 其实我买菜来讲就觉得开的舒服就行了 其实开到这里兜了一大圈 对你来说你是觉得你购买这台车的机会有多高的 我还想去看一下拿铁DHT 我觉得拿铁车厢那种高档的感觉要比这个要好一些 那用料可能确实 那个皮子的感觉要多一点 那比亚迪送DMA呢 那个都是期货 那个没有意义的 你看看为什么要找一个网友试驾一下 我觉得他对整个市场的了解比我还了解的多 你试过送DMA没有 哎呀他那个我当时看的时候 就只有一部展车就能摸一下 试驾车根本没有 而且我一听他说要等半年我就说我走了 半年我今天说四个月 我刚刚上市时候我去看的 现在可能也要三四个月 四个月航空母舰都见出来两艘了 他还在造车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王先生现在已经走了 但是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往吉利的CS10的方向走 而是往了停车场的方向走 看来呢刚刚试完这个车 没能让王先生直接走进去下定 而接下来看看这车能不能让我 会给他一个好评 那为了更好的去测试一下 这个CEL的捆动油耗究竟什么水平 刚刚我就夸了重金 去把这个车的油完全加满 幸好是久恶的 之前刚刚王先生开的油耗平均是7.4 现在我就把他清零 开他一圈 在市区里面绝对不走高速 都来都去看看 续航表现什么样 现在当然先去吃个中午饭 又去我熟悉的茶餐厅 出发 你好吉利 嗨 导航去梦利伙伴中心 已经把他拦住了 看来用普通话导航去查餐厅真的是很难的 就凭我的记忆吧 反正这个餐厅我都去过好几遍了 从加油站出来我们又开了20多公里 其实这一段的感受呢 我觉得刚刚王先生说的挺准挺细的 真的确实是给人多看车评对车的感受也会多一点 这台车真的低速的时候会有一丁点跨档的感觉 他不是什么顿挫拉扯 他就是动力输出不连贯 就特别在市区要编个线超车 超车超车本来很好的 但到四五十公里那一下 突然有一段空了那么零点几秒 很奇怪的那种感受 虽然说了你不认真的这样去感受他 或者跟别人聊天听听音乐的时候 可能就感觉不到这种动力空白的那个间隙 但是确实也存在 我不知道是这个捆动变速箱还是它动力匹配的一些问题 反正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但除了这一点以外 这套动力其实市区开我觉得相当舒服 很安静 居然是加速的时候要深踩油门 也不能感觉到什么那种三杆发动机的声音 或震动的存在 你可以骂三杆 但是放这样的价位这样的体验 我觉得我这种体验档来说我不觉得什么问题 另外一点就是刚刚你看到画面也能感受到 我觉得这台车的悬挂确实有点硬有点点 甚至比我们那个汽油板 那个动作还更加明显一点 静音虽性挺好的 但是悬挂实在有点矿 这些才叫享受的嘛 中午饭 这个什么叫什么 努力工作拼命玩 我努力工作拼命吃 你开餐啊 你开餐啊 行不行 这里特别名 份量大 还有柠檬茶好喝 柠檬茶性价比高 很多茶厅的柠檬茶是18-9元 这里是11-13元而已 还有很多款式的 这个叫老式柠檬茶 这个叫爆领柠檬茶 但是我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的 反正喝到差不多了 我哪杯便宜哪杯的 三宝有什么呢 有叉烧 牛肉 牛肉 还有虾 加上滑蛋 绝对饱 最关键是20多元而已 作为一个广州人 我觉得茶餐厅这个东西 你说哪一家出品特别特别好吃 好吃的礼服很难找 但茶餐厅我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对广东人来说 就抵食够大件 首先价格不要太贵 第二呢 东西要够大 你看这里 每个饭 每个东西的分量是够大的 你那个柠檬茶的杯都很大的 然后东西全部都铺满给你 另外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出品一定够快 这里下单到出品 大概就两分钟到三分钟左右 所以这个是满足我的一个茶餐厅 很重要的一个追求点 又要快 又要出品大 然后东西的出品要靠谱 口味不错 20分钟后 好各位最终成绩出来了 经过我一个下午的疯狂开这个车 把广州老五区全部兜了一遍 然后发现只有50多公里 所以忍不住 又上高速兜一圈 准备凑100公里 结果凑多了 现在是108.9公里 表显的平均油耗是5.9 平均时速是48公里每小时 结果回到同一支枪去加油之后 加了5.98升的油 然后用了52.33元 差不多就等于50块走100公里的水平 就五毛钱一公里 感觉真的还可以啊 现在油价92号油 8块7毛5的时候 还有这样的油耗表现 我觉得相当不错 当然这个油耗水平呢 还没有达到它宣传上面说的 3点多的水平 但是对于一个这么多配置 还挺舒服的车来说 我觉得已经不错 不过提醒一句啊 我的油耗车是经常被同事吐槽说 我开的油耗是比它们要高 1升到2升每百公里的水平 所以呢 这个并不代表很严谨的最终 这个新约L混动的油耗水平 只代表我个人主观相对有点暴力的 驾驶风格 如果你有不同意的话 那对的一定是你 那经过一天的试驾 又回到这个店里面 准备要把车还给别人了 所以赶紧来补充一下 这台车开了一天 我的感受 先说缺点吧 第一点不足的最明显 就是它这个混合动力系统 可能是吞了三个档 低速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些感觉 不太平顺或者动力空白的一些 情况出现 越是激烈驾驶 这种感受越是明显 感觉好像是 装了一个动作比较慢的AT变速箱 像那样 另外就是慢速走一些起伏 颠簸比较大的路的时候 这个悬挂还是比较颠一点 但是好的体验是什么呢 就是在比较一朗 欧洲化的这种悬挂调校 开起来我觉得是比亚迪 或者未同样级别的车 这台车的驾驶感觉更加清爽一点 还有呢 就跑高速的时候 又稳又顺 其实开的感受 我认为是一台 愿意让我经常开 日常代步开的 这种大的SUV来的 所以各位 如果想要用十七八万 买一台尺寸够大 又省油的SUV 我还是觉得 新月L捆动性价比巨高 甚至那些现在只是看着 混合动力CRV 混合动力威兰达的人 都应该过来看看 可能会开阔你的眼界 增加你的选择清单里面 新的选择的 你看看人家这个新月L多聪明 一按 它就三个灯组连成一起 一起发亮 这什么意思啊 一键三连了各位 之前呢我们公司新月L 就是这位销售小哥哥骂给我们的 今天直接问你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知道很多网友都关心的 第一啊 就是这个新月L捆动呢 能不能上绿牌 目前现在的话 它是上不了绿牌 但是我们收到风 它是可以上节能牌 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台车上市可以看到 17万多18万多 那高低配究竟差什么呢 目前的话是相差十倍 升级ANC主动电器后床引起 玻璃后排出风口变成独立控制 再加上它有无线充电 车道保持辅助功能 还有变道辅助功能等等 高低配差了多少钱 差了一万两千元 那我现在听起来呢 高配的话最吸引我的 就是那个车道辅助 保持的一些功能 就如果你经常开长途的话呢 有了那个车道辅助 会轻松很多 那今天我觉得 我不客气了 就拿出去 但是呢 我今天借了人家的车 我觉得还是要给一点点 回报给你 要不让罗吉尼说两句话 升约奥雷震动力的话 400元左右的油加门 可以跑一千三百公里 而且它十七万到十八万 这个车价基本上 没什么人的费字可以有这么高 好 行了 来了 开个人 开个人 hay 开 consist